哈喽大家好 辣椒油我们平常都喜欢吃 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家炸辣椒油的时候 直接就是用热油来泼辣椒 难怪您做出来的辣椒油 吃的是又苦而不香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正确做辣椒油的方法 保证您炸出的辣椒油 又香又好吃 还不发苦 下面一根的视频 你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把干辣椒 如果咱们这个辣椒 如果太干的话 咱们用水啊 给它先泡一下 不干的话 就不用泡了 用剪刀 把辣椒搅成段 这辣椒瓣 要给它去掉 搅好的辣椒段 放到一个罩里里边 抖动一下 把这辣椒籽的 全部给它抖出来 如果不把这个辣椒子 抖动出来以后啊 我们炸出来这个辣椒油 吃的会非常的苦 然后把干辣椒段 放入到碗中 然后干辣椒段里面 加入一小勺量的香油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炸出来辣椒油啊 吃的更加的香 同时呢 也避免了咱们这个辣椒 被炸虎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铁锅里加入生油 开火 把这油呢 我们先给它加热到 用手 在油上面放一下 感觉到有点烫这个手 咱们呢 给它咬出一点来 倒入到我们的干辣椒中 然后用筷子再给它搅动一下 这样啊 风刺浇入辣椒中啊 这个辣椒不会糊 这样也能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然后再次把这个油温 加热到 用筷子放到油温里 迅速冒小气泡 这个油温就是六七成热 再咬出一小勺 倒入到干辣椒中 然后用筷子再次给它搅动一下 第三次把这个油温 给它加热至冒烟 现在这个油温呢 就在一百度以上 再次浇到辣椒上面 这样就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辣椒油就炸好了 这样炸出的辣椒油啊 非常的香 这样炸出辣椒油 没有一点的苦味 做法也非常简单 您不管是做凉麦菜 还是拌着面条吃超级的香 今天这个辣椒油正确做法 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 就收拾起来再加试吧